第一百八十六章,三十三神官征服地,二,也许是他情绪激荡之下的目光太刺人了,被他盯住的那几名小神官连忙白手,道,我们莫有告诉外人呀,谢怜红住眼睛道,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? 在场的三十几个神官听到了那句话后,根本莫几个脸露惊讶之色,既然这么多神官都知道了,那上天天又有多少神官知道了,被他治,问那几名神官卡了一下,又辩解道,他们又不是外人吗? 这里的都是相熟的朋友,大家之间都莫有什么秘密,告诉他们不算告诉别人,除此以外的神官,我们不会跃出去的,不等他跃完,谢怜便立声道,谎话,谎话连篇,我不信,被他如此立声打断,那几名小神官也有些脸上挂不住,缩毁人群里,这时,忽然一名神官大声道,你信不信又有什么所谓? 太子殿下你自己在被贬弃剑做的好事,人家莫有当场告发你就不错了,你会要求别人为你保密,我们有什么义务要为你保密? 真是好笑,谢怜庞府突然被迎面泼了一盆水加冰,又被一把刀扎透了心,急道,不是,我,又听有人道,平日不做亏心事,夜半不怕鬼敲门,你不解身自豪,又如何能怪旁人不信守诺言? 如果有人替你们住这种不义之事,那才是失智无德,谢怜道,不是,我,他想约我是有原因的,我也不想的,可他心里也清楚,无论什么原因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他的却打结了,这样一块污点,彭腹一块耻辱烙银烙在他脸上,使他在这些神官面前,变得无限渺小,连为自己辩解都不敢大声, 先他气势下去了,一名武神站了出来,道,太子殿下,你现在该明白,为什么我们不希望,你也在这里修炼了吧,谢怜低下头,握紧了拳,那名武神接住道,我们不是一路,到不同不相为谋,你怀世自行离开吧,看他阵阵有词跃着到不同不相为谋的模样,谢怜却忽然明白了, 越来越去,归根接地,不怀是想要他让出这片灵地吗,他双手拳头骨结隆隆坐下,猴头压抑一阵,沉声道,我不走,我要在这里修炼,此刻,对这三十几个神官的愤怒,已经压倒了他的羞耻之心,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,钱罪破罐子破摔,豁出去了,比起灰溜溜地逃走,他宁愿护住脸皮杠在这里,教他们末法得逞,谢怜猛, 他宁愿地抬头,又重负了一次,我要在这里修炼,这座山不是你们的地盘,你们莫有资格让我离开,现他态度抢硬,那三十几位神官都黑了脸,谢怜听到有人低声道,这又是何必,我真是从莫献过这么厚脸皮的,然而,任他们怎么怨,谢怜都处在原地,纵使心里已被唇枪舌剑扎的流血,但环视倔强的死撑住一动不动,那名武神道, 看来太子殿下是一意孤行,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了,谢怜冷冷地倒,有本事就来赶我,反正就算你们想,你们也莫那个本事,此句一出,对面十几位神官登师色变,此次抽出了冰刃,这是自然,对武武神而言,方才那句可是个大大的挑衅,在场位说不少都是武神官,哪里能当作莫听到,被团团包围,谢怜却分毫不惧, 他手里莫有刀剑,只紧紧握住一根登山时冲作拐杖的树枝,一名武神官肃然道,太子殿下,如果你立刻道歉,我们可以当作你方才莫有冒犯我们,谢怜却道,如果我有哪里让你们不愉快了,我绝不会道歉,他直住那根树枝,指向前方道,因为你们根本不配卫神,对面一阵骚动,有人吃到,我们不配,你遮中打劫凡人的抢盗就配了吗? 谢怜再也忍不了了,他也本来就不想忍了,抄住树枝便攻了上去,喝道,欺忍太甚,那十几名武神官也以兵刃迎战,后排有神官道,又不是我们让你去打劫的,你愿我们是什么道理? 他们却是高兴得太早了,本已为谢怜既无法力也无兵刃,肯定好对付得很,谁知完全不是那回事,谢怜手里拿的虽然只是一根树枝,却被他使得庞扶一柄毒风,咄咄逼人,抢镜至极,双方对上莫多久,好几个武神官的剑险些及他挑飞了,他们甚至连击这树枝的镜风, 刮到也不干,惊得连忙闪到了后排,以神官之尊,居然打不过一个被贬的凡人,这可太丢脸了,这时,一名观战的神官突然源源惨叫一声,号道,什么东西,这一喊,其他神官也惊了,怎么回事,那神官似乎痛得厉害,无脸弯腰道,刚,刚才,有一团鬼火打中了我眼睛,是不是他搞的鬼?谢怜既起, 这正是方才指住他鼻子喊他抢到的那名神官,气急犯笑,什么鬼火,你们要抢灵的职业就是了,用不住在污蔑我,他怒气勃发,出手更狠,一圈武神的刀枪剑挤起他手里一感越粗不粗,越细不细的普通树枝霹里啪啦打掉了一地,突然,一人喊道,抓住了,抓住了,你们看,谢怜身形未定,只限对面神官乱成一团,有人手里抓住什么? 东西,高高举起,道,真的有鬼火,他在搞鬼,抓到证据了,谢怜定睛一看,那是果然一团,悠悠燃烧的小小鬼火,他怒道,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,你们凭什么逮住一团鬼火? 就约我搞鬼,鬼火又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,他身上卸了我的名字吗?惨叫的那名神官捂住眼睛道,普通的鬼火怎么会往我眼睛上扑,不是你指使的怎么会这样? 谢怜赤道,那我怀悠他也有可能指使这山上的游魂,无意见被你们吓得远了头才撞上来的呢? 这算什么证据?最先动手的那名武神,一把夺过了那鬼火,道,管他是谁指使的,这种害人的东西,打散了就是,悠住手上一用力,竟是要把那鬼火捏得魂飞破散,现状,谢怜脱口道,放开他,终归是不忍那游魂就这么被他们这场闹剧波及,他抢上前去遇那武神缠斗起来,因意在夺魂,出手便收敛了些, 二人正将持住,后方几个神官却忽然喊道,你来了,快来,来看看,这都是什么是你,听起来像是有谁感到了,众神官回过头去,都道,你可算来了,等你好久了,快来帮忙,闻言,谢怜先是一惊,心道,莫非是来了什么厉害的神官,再转念一想,管他来的是谁,如果也要来和我喂,挪,再打伤一场又如何,我谁都不怕, 他现在满腹怨气,已经准备好了要大战一场,谁知,待到人群分开之后,那姗姗来迟之人走上前来,谢怜却完完全全地愣住了,万万莫想到,来人,竟是穆琴,穆琴也显然莫料到,会在这种情形下遇到谢怜,两人一打照面,皆是满面愕然,谢怜睁大了眼,把正在与他打斗的武神们,都望到了一边,面如柱道,你怎么会在这里, 你不是,越了几个字,他注意到了一件事,当时明白,闭上了嘴,穆琴现在穿的,不是他们一路逃亡时的陈酒黑衣了,而是夏天亭的武神官服,原先,冯信和穆琴作为谢怜的副手活动时,二人的能力就颇得赞赏,惹人注目,后来谢怜被贬,不少神官都惋惜冯信和穆琴,也和他一起被贬下去了, 怀有暗暗来牵过谢问他们,要不要转到别的神官殿里去侍奉的,如果有神官出乌欣赏,把穆琴再体会夏天亭去慰己所用,也不是不可能的事,一定就是这样了,而且,他现在应该混得不错,不然也不会和这群神官一起,成群结缀地出来找洞天福地修炼,谢怜怀是凡人之身,穆琴却已经回到夏天亭了,此情此景,莫名讽刺, 那边,穆琴好容易才定了神,一道,这是怎么回事,众神官纷纷抢住吉他讲前因后果,谢怜远远站住,身体僵硬无比,他注意到,他们并没有特地对穆琴讲他打劫之事,这月明时吗,月明穆琴也早就听阅过这件事了,穆琴也知道他去打劫了,一滴又一滴的冷汗,从谢怜头上滚滚落下,他不由自主后退了两步, 方才与他对峙的那名武神气喘吁吁地喊道,他想一人抢占灵地,赶我们走,穆琴快来帮忙,帮什么忙,让穆琴帮忙来一起打他吗,谢怜气的头皮发麻,震惊不已,他好容易才反应过来,姐姐巴巴地怒道,你们,你们真是颠倒黑白,无耻至极,根本不是这样的,我明明没有,穆琴就在旁边看住,他心里住急生气, 又是一束枝又打了出去,那武神有些招架不住,节节败退,又喊道,穆琴,你还愣住干什么,别的神官也跟住喊,穆琴却始终神色迟疑,似乎不知该不该出手,谢怜听他们连连催促穆琴,跟他们一起围攻自己,心中狂怒,穆琴才不会跟你们一样,他是我朋友,他才不会帮你们,怒住怒住,他手下一用力,又打飞了一排兵刃, 其余神官献他越战越勇,石头不对,忙道,穆琴,你就这么看住他乱来,穆琴脸上神情变幻莫测,上前一步,手指微抽,站在他身旁的神官催道,别不动啊,帮忙啊,偏生在这时,又有人阴阳怪气地道,穆琴不想动,也可以理解,毕竟人家以前是太子殿下的贴身侍从,就算太子殿下又打劫又抢灵地,也要顾念一下主仆就请嘛, 人家不去帮太子殿下的忙,已经很紧面子了,怎么还能指望他帮咱们的忙呢,这话听似在为他开脱,实则映险至极,穆琴额头紧接瞬间爬上了几丝青筋,气氛微妙起来,谢怜觉察不对,道,穆琴,她只叫了个名字,下一刻,手上便陡然一清,转来了什么东西被削断的声音, 谢怜一愣,低头看看,被削断的是她唯一的兵人,那根树枝在抬头,对面低穆琴手里,已经划出了一把长刀,此时此刻,那刀锋正直向谢怜,而手持刀锋之人冷冷地道,请你离开,谢怜手里握住半截树枝,看着穆琴,梁九,道,我,不是真的想打劫, 我也莫有抢占灵地,是我先来的,穆琴面无表情地重负道,请你离开,谢怜看住她,迟一片刻,道,你知道我莫有欲慌吧,问这一句的时候,她有些期盼,又有些害怕,有个声音告诉她,不要问了,转身走吧,但她怀世忍不住问出来了,穆琴还莫回答,谢怜的身体突然向前一倾,整个人重重扑倒在了地上, 历史山路的泥地,坑坑洼洼,满是落石和碎叶,谢怜扑在地面上,顿时瞪大了眼,还有些不可置信,不知道是哪个神官,趁她失神在背后推了她一把,让她在这么多双眼睛前面,摔得这样挪看,实在是太挪看了,四面八方都是高低不一,不天各地的人生,谢怜都听在耳里,一双眼睛睁得极大,看着眼前黑乎乎的地面, 又很慢很慢地抬头,看着站在她前面不远处的穆琴,穆琴就站在那些神官中间,莫看她,摘手望向一边,和所有其他人一样,也莫有要伸手拉她起来的意思,无事,谢怜明白了,莫有人会拉她一把,怕了好半上,她慢慢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了,众神官以为她还要发挪, 警惕万分,谢怜却莫再对任何人动手,而是低头在地上找了一阵,找到王后挤她收拾的小包裹,默默捡起,重新背在背上,转了个身,一步一步朝山下走去,走住走住,她的步子越来越快,莫过一会泥,谢怜便狂奔起来,她憋住一口气,一路狂奔下山,一刻不歇, 不知奔了多远,突然莫留神脚下,又摔了一跤,那口气才带住一股血腥味吐了出来,心慌一乱之中,她莫想到要爬起来,只是坐在地上喘气,带到气息渐渐平缓,谢怜也莫想到要站起来,反而就这么坐住发起了呆,忽然,一只手伸了过来,谢怜略显迟缓地眨了一下眼,顺住这只手,缓缓抬头望去,居然又是母亲, 她站在谢怜身前,脸色微轻,伸住一手,半嗓,口气声音地道,你默是吧,谢怜呆呆看住她,默月化,也许是被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,看得不自在了,默晴避开了她的眼神,但她的手环是伸住,道,起来吧,可是,这手已经伸得迟了,谢怜默有接她的手,也默有起来,环是直勾勾盯住她,二人将持续, 九,默晴的脸色越来越挪看,正要收回手,谢怜却突然从地上抓了一把烂泥,她的一声扔到了默晴身上,默晴默想到她会干这种事,简直不知该愿是粗鲁怀是幼稚,胸口一下子炸开了一团脏细细的烂泥,连也见上了起点,错愕不已,少请,怒气上涌,但被她抢压了下去,低声道,我也是默有办法,她的确是默有办法, 现在她和那些神官,应该交情不错,如果就这么看住同僚被谢怜暴打,而她却不出手阻止,或者被人以为是站在谢怜这边的,她恐怕就不好过了,谢怜旁腐不会乐化了一般,只会抓住地上烂泥不断砸她,默晴挡了几下挡不住,怒道,你疯了,我约了我是默有办法,你去打劫不也是默有办法吗? 滚,滚,滚,谢怜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字,然而她连这一个字也悦不出来,只能疯狂地抓起手边能抓住的一切东西砸过去,她也不在乎砸得是谁,中屋,目前被她砸得受不了了,铁青柱脸拂袖而去。